你好,大家好,我是周姬娃 是啊 嗯,好吃 浪酒做食用的 浪酒是一个24小时移夜的地方 谢谢 那有个下午茶就是Hatty Hour的时间 那你可以带 往下也可以过来享受 我下午餐可以有一个很放鬆的休息 我很喜欢这里 谢谢,欢迎回来 谢谢 谢谢 好,谢谢Amy 今天用早餐还是再大班用早餐都可以 嗯,玻璃厅吧,我已经吃了比较多 可以啊,那他们六点半就开始了 但一样到十点钟,您时间有个生命 谢谢 那不一样,这是什么 一样一样,茶是这样子 是我们画的包装 这个包装,Welcome Tea 对对对,跟呈现的方式 谢谢,谢谢 夏天的话会是这样子 冬天的话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希望冬天您再回来 谢谢 谢谢Amy 我先帮您倒出来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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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真的是宾至如归 我一回来,他不知道是不是叫了所有名字 然后跟我说,现在的泳池正在做明天才会完成 因为他知道我会有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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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成 我真的不知道哪间酒店 我会记得我早饭 因为他说明天才会有早饭 他说明天才会有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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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泳池正在台北的奔治如归的服务 大家好,欢迎收集完 哇,今天子芸要介绍什么餐点给我们呢 我今天来到金华酒店 想要介绍这边很厉害的红烧牛肉面给大家 大家都知道说红烧牛肉面有分那种清炖的 然后熬到那种汤头浓浓的 那我今天选择的是红烧牛肉面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红烧牛肉面的汤很好喝 喝起来有那种咸香咸香的感觉 然后红烧牛肉面不能错过的就是他们这个啦 要加榨菜 要加榨菜进去 你整个吃起来才会有口感层次 然后也会更香 这个原因是自己加上去的 而且牛肉面啊 如果你加点榨菜的话吃起来比较清爽 对 我上次吃它加的是清汤的味道 但是我这个红烧完全不一样 我闻到香味了 而且点这一碗呢 非常CP级超高的就是它的肉满满 看到了 然后他们家我觉得我吃牛肉面很喜欢 因为每个人的喜欢的不一样 不一样 我喜欢的是那种有点带筋的肉 它咬完我看到它的筋是 那就是胶原 女生很重要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满满的 你本身已经足够了 哇 哇 怎样的味道 看上去很香 非常Q 而且它滷得很嫩 然后把牛肉面的汤汁啊整个就炖到里面 那我今天要介绍另外一款给你 我这边介绍的呢就是这个白海道的雪长蟹 哦 在这里也吃得到北海道 对啊 而且它这个很特别 大家看一看 好大一丝 我干脆用手上 这真的诚意满满的 真的是很大吃的 我喜欢吃螃蟹肉 而且很香的汤嘉丽 因为只有在北海道吃到汤嘉丽 其他吃的嘉丽呢 其实是很浓稠的 北海道汤嘉丽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点像汤头的味道 但它也保留了海鲜的鲜味 而且这家店是北海道的名店 叫澳汁商店 这家北海道是长龙店 我上次去的时候 我觉得根本没办法排到 我看见门口那条龙就不要吓跑 所以现在在台湾不用排队可以吃得到 对 在京华现在是地方限定 只有在京华饭店可以吃到这个北海道的 雪长蟹 尝一尝 哇好甜啊 它一脸都不辣 蟹的那个鲜味都在里面 对对对对 咕尺辣的朋友都推荐大家可以吃这个 澳汁商店的汤嘉丽 那我们就开动了 开动 又回来精华酒店了 这家很熟悉的酒店 一到来呢 其实大家知道 那是很标准的精华的套房 这个水手家上面 这只鸭鸭 然后呢 这边是厕所 还有洗澡 然后呢 房间呢 房间呢 就是一样 冰箱在这边 隔壁机在这边 之后一个很大的床 电视机在这边 桌桌 然后呢 哇 准备了好多好东西给我 有香氛 还有 还有 写完亲爱的汉先生 你好 有九宫隔的点心 然后呢 看一个这么漂亮的 临心公园的 公园景 还有整个台北 一路望到去 这边呢 就是台北的火车站的 新江三越 那前面呢 哇 现在看不到了 今天那些 武器遮住了101 101应该是一个方向 這個美式公园的 精华酒店呢 为了欢迎国际游客 重归台湾的话呢 这次特意推出了这个 代表台湾的珍珠的盛宴 是不能都是珍珠来的 现在見到所有的甜品 食品、飲品、Cocktail 全部都有珍珠 珍珠最能代表台灣食物的精髓 因為珍珠基本上是台灣發明的 珍珠奶茶買到全世界都是 現在不正常喝珍珠奶茶 我們由哪裏開始呢? 當然是咸的開始 就是珍珠的Pizza 我看意大利人都沒吃過珍珠的Pizza 吃完Pizza當然還有Croissant 三個好吃的 有抹茶的Croissant 又有朱古力的Croissant 還有Castard的Pizza 我都沒試過珍珠的Pizza 待會我試一試 接著開始吃甜品了 甜品是吃了戚風蛋糕 不過是珍珠的戚風蛋糕 有三款甜甜圈 Castard 又有抹茶 還有LGP的甜甜圈 即是Doughnut 飲品 有杏仁咖啡的珍珠版 你在星巴克都喝不到 咖啡不過是有珍珠的 然後這個就是泰式奶茶的珍珠版 放了很多珍珠 在泰式奶茶裡面 顏色深一點 還有最傳統的台式珍珠奶茶 給大家看看 這隻擱箱裡面是爆漲的珍珠 試一口 讓我切到的樣子 讓我切到的樣子 嘩 口感很特別 甜甜的 皮要鹹的 Cream的味道很濃 有些咬勁 因為有些珍珠粒在裡面 很特別 好吃 這個珍珠奶茶宴 就現在開始了 8月中開始 一路都會有的 因為就是台灣開了關之後 很多外國遊客來到我們台北 很想嘗一嘗 台北最精華的 最傳統的 最聰明的珍珠聖宴 大家下次來台北 嘗一嘗 精華酒店 香港叫做荔精 台灣叫精華酒店 region的珍珠聖宴 除了喝這些傳統的珍珠奶茶 還有調酒都放了一些珍珠 白俄羅斯放了珍珠 Grass Hopper 你自己加些珍珠 然後這個阿夢波丹 也是放了珍珠 最後一款 是用了台灣的鳳梨可樂答 也是自己加些珍珠 調酒都可以喝到珍珠味道 住在精華酒店 這個十九樓的大班郎 就會享受他的全台最長時間 HAPPY HOUR的VIP Lounge 就可以吃點心 甜品 喝杯酒 看著這麼美的台北夜景 Cheers 今次在大班郎最大的驚喜 當然是碰到掌門人了 Super